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布金 今天咱们来聊聊历史上最疯狂的A119月球炸毁计划 这项计划可以说是令人震惊 这爱听还以为是在编故事 或者是某部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却真实发生过 就在20世纪50年代 在美苏两国均掌握核武器的情况下 哪一方都想做点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国际实力 于是就有了A119计划 这个计划是美国主张的 当时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讲 不仅是我们国家 我相信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反对美国如此疯狂的计划 当时苏联先后发射了人造卫星以及月球探测器 美国紧追其后 先后设计了人造卫星以及月球探测器 不过美国并没有那么幸运 美国的月球探测器在空中出现意外 根本没能真正靠近月球 这无疑是给美国的当头一棒 就这样在好几年的时间里 美国的航天水平一直都排在苏联后面 美国就开始琢磨有什么办法能够赶超苏联 在两国核武器实力成熟的时候 美国就开始在核试验上较真 于是一个在月球上搞核爆的计划浮出水面 最开始呢 两国为了证明自己的军事实力 把核试验场搬到了高空中 美军成功地把一颗重1700吨的炸药 在大西洋上空引爆 之后又进行了好几次高空爆炸计划 军顺利成功 紧接着就大胆地在他们的纽约时报上 披露了这几次的爆炸试验 目的就是为了跟苏联示威 正因为如此 两国之间的高空核爆竞赛打响 自从美国成功引爆高空炸弹后 苏联也不示弱 三年后将一枚核导弹 从苏联的阿斯特拉罕州的 卡普斯金亚尔靶场送入高空爆炸 导弹爆炸的那一刻 身处莫斯科的人都能看到爆炸所带来的光亮 1963年之前 美国一共进行了15次高空核试验 苏联进行了10场 后来实验停止是因为1963年 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 大气层核进式条约 随着核武器成熟 美国认为如果在月球上也出现如此明亮的闪光 并且让半个地球都能看到它 那它们雄厚的军事实力一定可以展现出来 即使没有在地球试验时产生的耀眼的光亮 就只是一朵普通的蘑菇云也足够震撼了 说到底 美国的炸月计划 其实根本就是为了追求一场视觉盛宴 现在看来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 美国有这个疯狂的想法也不是不可能 就A119炸月计划来说 这只是美国单纯想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 然后在这个世界起到霸主领导的作用 当然了 这次计划肯定没有实现 要是实现了 我们哪还能见到今天的月亮呢 那为什么执着的美国提出这个计划后 却并没有实行呢 就当时那个年代来说 美苏两国即使国力雄厚 航天技术发达 核爆技术成熟 50%肯定实现不了 别的不说 就拿地球来说 如果美国真的将100吨的热核弹头送入月球 产生的后果 人类是否可以负责呢 要知道 100吨的氢弹 相当于地球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炸弹的两倍 这种爆炸要是在地球上产生 只需要短短几秒 就能产生能量巨大的冲击波 冲击波的速度 可是比升速还要快的 它能够有效地破坏建筑物 震碎人类体内的器官 同时将半径50公里内所有的东西烧毁 不过像这种在月球上发生的话 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月球由于没有空气 不会产生冲击波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爆炸 可能就只会是一个火球慢慢的变大 而且整个月球表面的土壤 都是由岩石碎屑等物质组成的 所以即使爆炸产生了X射线 也仅仅只会让月球表面岩石气化而已 但你认为事情只是这么简单吗 有科学家假设 在氢弹爆炸后 月球会将爆炸的能量转化为地震波 从而让月球表面产生巨大的震动 然后月球上的岩石灰尘等物质会被激起 从而形成一公里宽的月坑 然后那些被击碎的石头就会到处飞溅 因为没有阻力 所以飞的速度极快 它们会像流星一样 向太阳系各处飞去 由于我们离月球最近 那些飞沙走时 肯定会第一时间和地球打招呼 因为月球岩石的热情招呼 地球附近的卫星和探测器 很可能被击中 然后空间站也会受到威胁 不过呢 因为地球有大气层这个保护膜 所以这些碎片 可能还没能达到地球的表面 就已经被大气层摩擦燃解了 当然提到了这么多假设 都终究只是假设而已 这一场爆炸根本影响不到月球的轨道 更别说地球了 当时A119计划没有进行 也是考虑到这种爆炸的风险太大 所以不敢贸然试验 当时美国承认 将一颗原子弹安装在一枚 洲际导弹上面发射是能够击中月球的 准确度还能控制在三公里以内 重点是爆炸效果好不好 够不够惊艳 后来经过一对专家研究后发现 假如原子弹真的能够击中月球的话 由于没有大气层 是形成不了巨大的蘑菇云的 所以说啊 这个计划就取消了 真的就只是因为视觉效果达不到 以及成本太高而放弃了 因为放弃了炸月球 美国转战登陆月球 所以也就有了之后的阿波罗计划 开启了世界航天史的新篇章 如今地球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 人类探索外太空的计划也是越来越多 不少国家都提过太空计划 比如寻找下一颗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或者说占据月球 建立太空基地的计划等等 自从美国不炸月球后 许多国家也都纷纷意识到 要投身于航天事业的发展中来 很多国家都希望建立月球基地 包括提出来的月球中转计划 所以月球的建设是未来人类走向深空的一个跳板 当然了如今的美国也没有再提过轰炸月球计划的事情了 其实就以当前人类的科技实力 要想将一颗月球完全的炸掉 然后又不影响地球 完全是异想天开 就算真的要炸月球 除非把大量的核弹送上月球 然后再实施炸毁 但是这完全就是自我毁灭 月球对于人类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海洋的潮汐 地球的自转速度 稳定的地轴运转 这一切都离不开月球的帮助 同时也只有真正的探索过月球 了解月球 然后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的基地之后 人类才有可能探索更多天体 更多的秘密 连月球都没有探索完 就更别说炸毁月球了 虽然以现在的科技 想要完全开发月球并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 未来人类一定能探索好月球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了解了 想要以现在的科学水平 炸掉月球是不太可能的 更别说美苏冷战时期了 而且就算科技水平得到空前发展 有能力炸毁月球了 也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如果月球真的炸毁了 可能会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说 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 肯定都是要反对炸月球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再见